姐妹们 用一块好用的粉饼 真是一份钱获得两份的快乐 就能给你把妆牢牢的定住 又能在你出门的时候随时拿出来补妆 想用一块好用的粉饼吗 又不知道该怎么选 今天这一期就来教你们如何买到适合自己的粉饼 都是均价百元左右的平价粉饼 全是红棒 放心实用 别光自己一个人偷偷看 记得把那个小姐妹圈进来一起看 首先是这个美诺粉饼 它的粉质说不上细腻 但是也绝对不算粗糙 但它上脸的妆效是那种柔胶哑光的妆面 是带有一点点润色效果的 网上有很多人说它是NARS大白柄的平替 虽然它的上脸妆效是OK的 但是和NARS相比啊 还是差远了 然后是我铁皮了很多块 又一次爱一次 定完直接剃除卡粉联盟的UNI粉饼 粉质细腻 上脸是一种高级哑光雾面的妆效 它还自带遮瑕力 所以在定妆的同时呢 可以提升一些面部的平整度 你们看啊 我这个定完妆的效果 粉上的干皮青测啊 它只吸油不吸水 用下来啊 不会卡粉 这是在正常的社交距离下 不会觉得你的妆感很重 超级适合带出去约会 油皮的朋友啊 给到我的反馈是会有一些出油 但是妆面还是完整的 拿粉铺啊 轻轻一补就完善了 下面这个啊 是最近封超大的Kiko粉饼 它的控油持住能力啊 各方面都是比美诺好的 粉质呢 也是非常的细腻 一秒柔胶 可以恰到好处的修饰毛孔 建议呢 给买个植物绒的粉铺 搭配使用 虽然啊 它是干湿两用的粉饼 但我个人呢 比较喜欢干用 只要用对了手法 用对了上妆工具 上脸的妆效就是一个字 绝 然后呢 这是在包装上做的 超好的花西紫蜜粉饼 他们家的包装真的是极具中国风 说实话啊 因为他们家包装 我已经扁入了好多产品了 粉质的话呢 毋庸置疑 摸起来是非常的细腻丝滑 它是还有蚕丝粉的 所以妆面啊 会看上去很丝滑 显得妆面很干净 最后一款啊 说实话 我刚开始也没有想到它会这么好用 这是它 Into You 我对于它的了解啊 还仅仅限于他们家的口红很好看 刚开始啊 我还不明白 为什么一个粉饼要搭配这种气垫粉铺 用了一次之后啊 我明白了 因为它的粉呢 压得比较的实 用这种气垫粉铺啊 可以更加贴合我们的底妆 上凉后的妆效也是比较自然的 nice 想买粉饼的 相信我 这五款绝对是好用不出错 必言辱 好了 还想看我按理什么 评论区告诉我